美国的新闻我们也稍微简短聊一下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先给你帮我们做补充 因为今天看起来美股又跌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CPI的核心 CPI是有稍微回升一些 所以美股很敏感 周四的美股就不太理想 美国八月份的非农就业不如预期 经济书籍比较疲软 所以FED的重要决策 官员画面上这位理事Waller 为九月降息两码留了一扇门 我之前请到过其他一些来宾跟专家 就说美国九月降息一码 就下个礼拜了 降一码 OK大家预期中的是 如果降个两码 就代表美国真的是比较不好 然后衰退可能ING 所以才比较力道大一些 你个人怎么看最近美国的经济 跟下个礼拜联准会 可能降息的状况 美国在Bernanke之前 FED是不管就业率的 失业率 他们只管通膨 所以是从Bernanke开始 就把失业率当成他们的 一个工作的重心 这是跟疫情的关联连接起来 没有是Bernanke之前 就是在那个差不多是2008年开始 就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对于FED来讲 这是他的一个新的任务 以前他没有这个任务的 所以他对于这个任务 我认为这一年以来 用这个任务来讨论 他要不要降息 其实都是一种说辞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他过去一年第一次的调整 是调了81万8 然后过去的两个月 还是继续地往下调 就是新增的非能的数字 一直往下调 所以他成为了一种 跟市场对话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在9月 无论是他降一码或两码 对于市场来说 都是已经算在 他的价值里面了 就是已经priced in 只是说如果完全不降的话 会有一个后果 否则只要降了 是一码或两码 影响都不会太大 因为从年初就开始 一直说要做的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 只要市场往下低一点 就会有个力量 把它推上来 往下低一点 就会往上推上来 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 是资本市场 华尔街撑的 反而大家对于美元 本来担心会降 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全世界都开始 大家会同步去做 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元指数 从最高的105 106 现在又回到 差不多100多一点点 日元也是做了一些修正了 日元还会继续 我看最近日本基本上利率 没有意外的话 还是会继续升级 对 然后日本到现在为止 它事实上是摆脱不了 它现在在140 150 160的这个位置 它大概大家记得 在那个广场协定的时候 它是在120 所以长期以来 在140 150 160 对它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刚刚讲了华为 然后讲说 我没有讲一下iPhone 16 但我不公平 来一下CG12 iPhone 16新机发布之后 苹果股价 并没有什么倾注行情 然后台厂的供应链 广达合硕股价 也相对比较疲软 市场是认为说 因为它的创新幅度比较有限 不过它的晶片还是三奈米 所以它的效能 应该是比华为的三折机的晶片效能 会不会来更好一些 不知道 没有人买晶片 没有人买晶片 人都是买功能 设计 然后买你喜不喜欢 有一个超炫的东西 可以告诉别人说 你看看我这个手机 可以做这件事情 不过它这个机器 看起来 就是看起来 因为它的那个 目前它把很多的AI放在里面 我认为是它第一个重要的AI机 它把Siri 还有GPT 还有Gmoji 就是可以设计 那个Moji的 这些东西全部放在里面 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推动 那若是这个成功了的话 它会是一个好用的AI机 好看